去年9月份县长徐正卫来到玉里正关心网球场整修工程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7月初这个整修工程就已经完工了 玉里正长蔡秋龙表示说 等疫情结束后就可以提供给玉里正名一个舒展身心又安全的运动空间 去年9月份县长徐正卫曾经来到玉里正关心网球场整修的工程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7月初这个整修工程已经完工 玉里正长蔡秋龙表示 因为玉里正相关网球活动频繁 网球场多处需要修缮 所以县长也请玉里正公所在执行网球场整修工程计划 必须是以运动选手使用需求为考量 来铺设符合运动员使用的网球场地 运收完以后 只要疫情缓和 我也希望大家 沉闷需求 想要运动的 利用 就是就是那个防疫结束以后呢 大家能够有好的球场可以使用 虽然现在还不能使用场地 但是玉里正已经准备好 等这波疫情结束之后 玉里正民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安全的网球场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